九九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作曲 李宗盛 各位大德 各位爱化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将以另外一个 很具有造型的一个花器 然后来做插座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集我们把它取名叫 无尽障 也就是无尽的宝障 那首先呢 各位菩萨可以先看一下下 好 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蛮具有现代感的一个花器 那现在呢 很多的陶艺家呢 他们非常有创新的一个观念 那各位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花器它前面放了一些蓝花 那我们知道呢 自古以来呢 蓝就象征一种 一种芬芳的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的一种风范 那所以呢 这个花器呢 我们可以一边以 有蓝的一个部分 然后一边呢 我们如果给它转过来的话 这边呢 它就没有蓝花了 所以你可以随着你的需要跟运用 来使用它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还是把蓝的这个部分呢 做主要的正面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就把这个蓝花呢 把它表现出来 那平常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冠上 那我们在前一集的节目中 有谈到蓝花 蓝呢 孔子说呢 又蓝生疑 之蓝生疑幽固 那不以无人而不芳 所以今至至节首到 不应穷困而改节 那蓝花呢 至古以来呢 就很多人很喜欢 那也很多人很喜欢养蓝 那在养蓝的过程中 也会带来很多的喜悦跟乐趣 那孔子呢 曾经在周有列国的时候呢 因为呢不得志 所以绝在在 就是说在这个周有列国的过程中呢 他曾经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也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在中土休息的时候 在路边休息的时候呢 他就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结果呢 后来他就去寻找 诶 怎么会有这种蓝花的香味 后来他发觉呢 蓝花跟很多的野草 杂草生长在一起 所以孔子非常的感慨 然后他说呢 一个君子呢 一个有德的人呢 他有时候也必须跟一般平凡的人 是生活在一起的 后来孔子因为有这一段的经历之后 他回家就写了一个情曲 叫一情操 那这个一情操非常的有味道 那据说弹中的时候 还要慢慢的 然后才能够弹出那个蓝花的这个气韵 好 那我们今天要插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平常呢 我们都会做煞 就是说我们插画的时候 在里面做煞来自称作品 各位华华博萨今天可以看到呢 我用了一支这样的一个松红梅 那这样的松红梅呢 会让人家感觉是它是干干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就是说呢 其实在这个很干的这个材料的背后 它蕴藏了无限的生机 因为它在尾端呢 它还是很有利益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觉就是说 大自然的植物呢 他们都懂得去适应这个时机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它虽然这个颜色是这样的一个 像枯枝的感觉 但是呢 它到了属于它的季节的时候 它生命就做很大的一个绽放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们要学习在不好的环境中 或者不适合我们的环境中 怎么样泪练 怎么样 怎么样的保住自己的这个 保养自己的生态 然后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 做最大的一个绽放 那我们今天没有在里面做煞 因为这个花旗它不适合做煞 所以我选用了一个很旧的一个 枯藤 然后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定枝 那这也是跟很多爱花的朋友 做一个分享 也就是平常我们在擦花的时候呢 不管任何的花材 我们都可以适当的留下来 比如说像我现在 我把这个枯藤呢 然后我把它放进去这个花旗里面 因为这支藤 它虽然是干了 但是它还是很 还是蛮硬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的 应用一些力量 然后把它弯曲弯进去 好 那各位爱博撒可以看到 我现在利用这个枯藤呢 就做出一个架构来 那我可以再把它塞进去一点点 可是我在这个时候 我用一支铁丝 帮它这边做一个固定 那这样藤呢 它就会在花旗的气口上呢 就会产生出一个变化出来 那也会有一些美感 那曲弯呢 它曾经在储持里面 它一直用这个藤来象征一些小人 但是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有时候这些藤呢 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小人 有时候它也是成就我们很多 很多姻缘的一个利器 好 那接下来有了这个藤 来做固定以后呢 那我就可以把这一支的 这个松红梅 各位看到这个也是松红梅 那松红梅它会在春天的时候 就是冬天 刚过春天的时候 初春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会开花 而且它开出来的花 非常的艳丽漂亮 好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就像我说的 它在保养圣胎 然后呢 让自己能够掌握这个姻缘 然后在生命最适合它的时候呢 绽放出 芬芳出来 好 各位看到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支松红梅 一下子就把它放上去了 但是为了要让它 插座稍微的顺利一点 而且我们在转盘的时候 它不会跟着旋转而掉落 我在这边跟坦之间 做一个固定 好 那我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固定以后呢 好 那这样子这个 这个松红梅呢 它就更加的 更加的那个稳定了 好 所以呢 有时候 我们看到松的清脆 我们也会感动于松的生命 不管在任何的季节 它都是这么的昌脆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像这个松红梅 它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 其实是这么的不适应它 因为这么的热 但是它也知道把生命呢 做很大的一个保护自己 好 那我今天要用的这个煮花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用的这个煮花是这个针垫 因为我们有介绍到说呢 因为台湾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高温潮湿 所以很多的花材都不是很好擦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进口的花 好 那我把这个针垫呢 把它剪短一点点 然后以它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煮花 那我们一般在擦花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放到平口的这个花材 要稍微的减少 像各位看到 我现在这样子把它减少 因为尤其是在夏天 炎炎夏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呢 如果我们没有减少这个花材呢 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 尤其是刚刚各位看 爱华菩萨看到 那个放在水里的那些花材 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把它减少的话呢 那它就会 就会再泡在水里 那因为夏天的水呢 它很容易烂掉了 那也很容易脏掉了 那有时候我们擦花的空间 就容易会有一个味道 所以我们要把它剪的这样干净一点 那这样子它泡在水里呢 就不会有味道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在这边 再给它做一个固定 因为呢 因为这个瓶呢 非常多人喜欢这种瓶花的一个应用 但是有时候会发觉它会有一点不太好擦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上铁丝的应用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加上这个 这个增淀以后 这个花的一个感觉 因为这个松后眉本身是非常的枯干的一个感觉 有一点很有好像很经历风霜的一种感觉 那我在下面呢 我想把它加一些些比较有绿意的色彩 然后让它两个颜色之间 能够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对比 跟反称的感觉 好 那我把这个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拿了这个 我们称为侧薄 侧薄 好 那我让这个侧薄的量再减少一些些 好 那这个侧薄就可以做我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衬托 因为这个瓶花本身是很大的 所以它在固定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点点的 不是很好插 我们把它试试看 好 让它再滴一点点 好 因为疼呢 它可以 你可以用手稍微把它掰一下下 那它就会有一点点高低的一个 一个应用的感觉 好 那我再用一支的侧薄 好 那薄也是一个很香的一个花材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鸡盘的时候呢 都会用薄类的枝材 然后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它除了很有那个效果之外呢 它还是一个很耐的花材 所以在台湾呢 因为我们海拔的关系 从低海拔一直叫中海拔 一直叫高海拔 因为海拔的落差很大 所以就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花材可以运用 好 那我们现在在做完这个松红莓之后呢 我就用了一些薄 好 那各位阿拉布莎现在可以欣赏一下下 这个针电花呢 在这个绿色的薄的衬托之下 就觉得很盎然 而且有深意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电讯楠 去做它的基盘 去衬托这个主花的部分 好 我们再来试试看 那我们在插换的时候呢 鸡膀可以同时使用薄类的感觉 因为薄类属于有点点松软的感觉 那也可以运用一些有叶面的效果的感觉 像各位阿拉布莎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这个叶子呢 好 那我们就用它做一支后段 好 那我们另外一支我们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去加它的这个铁丝 也就是呢 我们正常可以用一支 22号的铁丝 我们可以再试试看看一下 好 那我们说过呢 大概在叶脉的三分之二高的地方 把它穿过去 像这样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到了两边一样高的地方 一样长的地方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把这一支拉直 拉直放在这个叶脉上面 然后再把它这样子放一下 好 那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可以用来弯曲的 那您也可以上一下绿色的Taple 那如果觉得说它可以修饰得到的话 不用加Taple也可以直接加上去 好 那我现在用这个来做它的下段的 这个鸡盘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应用这两片叶脂 慢慢的调出它前后之间的一个角度的 感觉 然后再加上后端的这一片叶脂 好那这片叶脂我再加一下铁丝 好我们再找一只22号的铁丝 好我们再试看一次 好三分之二高的地方 然后铁丝穿过去的时候不要穿得太多 好这样子 好然后到两边的铁丝差不多一样长的地方 好把它压住手 好然后两边把它拉过来 好然后再把它这样绕起来 好那我们说过呢 有时候常常有些朋友会说 擦坏让它自然就好了 为什么要加铁丝 因为铁丝有辅助的功能 它可以让我们的花能够擦得更好一点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上铁丝的一个运用 好来擦做它 好那我把这个铁丝 把这个三片的电讯栏 做了前中后三段的这个部分 好再把这个瓶口稍微修剪一下下 好因为有时候我们擦坏的时候 我们不需我们那个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瓶口要清闭 清闭的感觉 好那我现在呢 还想要再加一些些的 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些这种花材 那我们称它为非洲郁金香 因为炎炎夏日 那我会发觉我们台北花木市场呢 这个进口的花材特别的多 因为我们跟澳洲因为维度的不同 那我们的夏天刚好是他们冬天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 澳洲的花材可以用来运用 那这个非洲郁金香它的色彩也很漂亮 而且很亮 那我们用它来做针殿旁边的辅助的一些花 花材 好那我们再来试试看这个 这个 这个花的一个运用 那我们可以让它有高有低 比如说 我现在把它放大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花是用西洋的插法 它用海绵的话 那很快的就很好固定了 可是我们东方的思想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的老祖宗呢 在几千年前就很有环保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不用 我们的东西都是可以回收的 都是很环保的 好那我们把它加了这个非洲郁金香 好那我们可以多加几支 好 第一个增加煮花的分量 然后第二个呢 也可以 也可以增加作品的一个亮度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非洲郁金香呢 然后加个几支上去 好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我们东方的插花是一个非常繁宝的一个插花 也就是说我们用剑衫 一个剑衫可以移用用个几十年 它可以重复使用 那很符合现在这个物质缺滑的这个时代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们插这个瓶 我们用煞的方式呢 那它也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也就是它不需要再利用其他的花材 那就可以插出一个这样的一件作品 那我们今天这件作品呢 是一个创作的一个桃 那我们运用呢 具有一种非常鲜艳的色彩 跟一种很很沉的一个色彩 也就是说有明暗色彩 那有阴阳的色彩的一个运用 变化那所插作的一件这样的作品 这个故事也就是说有明暗色彩的色彩的色彩 是一件作品的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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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一个角色彩的色彩的色彩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做第二件的作品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是用一对鱿鱼 也就是在水中有的鱼 那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 东方的一种生命的哲学 跟西方生命哲学的一种不同 我们东方的画家呢 或者我们东方的文学家 在做创作的时候呢 鱼都是以活的为主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中国最著名的画鱼 比如说鱼藻图 画的都是鱼跟水藻之间 做很和乐的一个相处 然后鱼很自由自在的 游在水中的一种快乐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们有时候看西方的写生呢 我们就会常常看到都是在 菜市场在棧板上的鱼 那所以我们东方的鱼呢 都是活的 所以这也是东西哲学的不同 好那我们今天就用了这个鱼 来表现一种生命的一种自在 所以我们的道场叫生命电视台 那生命道场 也就是我们对于众生的生命 都是这么的珍惜跟爱护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藤 让两个鱼呢 做一个连续的感觉 比如说像这个藤都是我过去用过的藤 那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再运用 那我把这个藤放到这个鱼之间呢 两者之间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系 好那它现在会有一点点会动 那我来试试看我有一点点的 这个木头把它卡在里面 比如说呢 这边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小木块 所以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像这样的一个木块 我们把它卡在这个里面 然后让它彼此之间做一个连结 那也做一个固定 一个互动跟固定的感觉 好我现在先把这边呢 做一个固定 好那我用一块枯木 把这边做一个固定 好那这边呢 我可能也要用一块枯木 把它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固定 因为这个鱼的这个里面呢 它看起来小小的 但是其实它还是蛮有一个空间的 好 没有关系 虽然现在有一点不是很正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鱼呢 运用这个藤 所形成一种 一个空间的感觉 好那我现在想用两只这样的一个蝴蝶兰 来做这个组画的部分 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蝴蝶兰呢 这样子来运用它 好我们把它做在这个上面 好我们把它找到适当的角度 刚好最好是顺着这个藤的这个角度的感觉 好那我们再重来试一下看看 好看看那个蝴蝶兰它的角度 它放这边是很好的 它这一株刚好放在这边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在放这个蝴蝶兰的时候 希望也不要破坏掉鱼的一个感觉 好 好 那另外一只的蝴蝶兰我放在另外一个鱼的这边 好那我希望也是能够顺着它的这个空间的感觉出来 好 那两朵蝴蝶兰之间呢 要让它有一点点的呼应 看一下后端的感觉 好 因为这个鱼它是完全的把这个 嗯 后端的地方是遮住的 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用了两个这样的蝴蝶兰做它 嗯 这个色彩的一个运用跟表现 好 好那接下来呢 我在这个蝴蝶兰的这个后端呢 我们用一点点叶类的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杜鹃花 让它做有一点点后端 好 然后再用另外一支的杜鹃 做这边的 好 我们再一下试一下这个杜鹃的感觉 好 好 除了呃 从蝴蝶兰的角度出来之外呢 那我在 侧面的地方呢 也加一些些的杜鹃 好 那因为这个鱼本身呢 它就已经有很有造型了 所以我就不要把它加太多的花材 好 好 来应用它 比如说 我修一下后端 好 在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鱼呢 来做 嗯 来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造型的一个空间跟感觉 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位置稍微的移一下下 那我们 我们刚刚有介绍到说呢 在我们 传统的东方的文化跟艺术里面呢 我们很喜欢活活的东西 就像这个鱼一样 那我记得呢 镇板桥呢 他最喜欢画的鱼叫做 山鱼图 那其实他的这个山鱼呢 因为我们知道鱼象征年年有鱼 也象征生命的一种活泼跟生意 那更重要的呢 镇板桥曾经说过呢 他说呢 诗者睡之鱼 也就是说 会写诗是因为睡觉多出来的时间 那画者工之鱼 也就是说 有画画的会画画的时间 是因为做工出来的时间 然后他说受者劫之鱼 因为镇板桥活到九十几岁 他说会这样的长寿 是懂得避难 才有这样的一个长寿 所以他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山鱼图 那我们今天借有这样的一个鱼呢 让我们感受到 我们的生命呢 那学习像镇板桥一样 那懂得善用 那尤其是我们常常说 佛法是我们生命中的无尽的宝藏 那如果我们懂得善用佛法 那我们就会像鱼一样 非常自由自在的悠游在大海中 那我常常感觉到佛法真的是一个汪洋的大海 如果我们这一生懂得善用佛法 然后应用佛法 然后用佛法来制论我们的生命 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就更加的有价值 那燕子香花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遜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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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书 佛书 经番 结缘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